raisish 大家好 又来了我AVYS 狠不专业的开箱时间 今天要开的是热腾腾的AirPods Pro 当当 其实上礼拜 çek Misos 排队 但是既然没有排到 因为我看到就有太常了 就直接放弃 这礼拜去的时候 也是买新一首式 結果一倒去的時候 欸不好意思沒有貨了 然後我想說 很難過 所以我就在那邊想試聽一下 然後就忽然挑電話說那個AirPods Pro貨到了 然後我就YES 立刻就去買了 然後現在就在我手中熱騰騰的開箱給大家 現在這時間台灣好像還沒有開賣 所以耶 蹭一下熱度 因為其實我之前自己有使用這個 很可愛吧 其實那時候比較造型的 太美麗了 我就來進入重頭戲開箱的AirPods Pro 先把它很對著的拿出來 這很像神奇寶貝還可以 其實我真的覺得有點像 從這邊開始撕 我要撕囉 跟我一起見證這一刻 然後我就把它撕 然後通常我開箱 你也知道了 我不會都要猜就是講解說它的性能啊 跟之前幾代很不一樣啊 就是開好嗎 然後呢這裡面 DESIDE BY APPLE IN CALIFORNIA 所以我們剛剛就已經開箱完畢 那我決定呢先去外面實測一個禮拜 就真正帶上地鐵 然後走在路上騎腳踏車 順便跳動一下 打個羽毛球 看它會不會掉 以及它真的抗噪的功力怎麼樣 嗨 所以呢今天是11月時期 為什麼要講日期呢 幫你們還以為我換了一件衣服就繼續錄 所以呢我已經去實測了一個禮拜 然後呢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的這個禮拜的心得 會針對它的功能啊 外型以及我在什麼時候使用的呢 讓我們趕快進入重點 首先呢我要講到的當然是它的三個模式 就是抗噪啦 通透還有它的就是什麼都沒有的OFF模式 然後抗噪呢就是 Noise Cancelling 我覺得Noise Cancelling功能就是超棒的 然後通透的話呢為什麼叫通透 其實英文叫做Transparency 基本上就是把外面的音收音之後呢 透過你的耳機再放給你聽 這就是為什麼第三個模式產生 OFF就很像是你基本上戴著耳塞 然後其實會隔絕一點外面的聲音 所以有這個通透模式 你就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可以非常清楚的收到對方的聲音 然後呢它要控制的話呢 它這邊要按這邊 然後就是長按著這樣 然後就可以在兩個模式當中切換 但是這個呢 我知道有一些藍牙耳機呢 它們就是已經可以直接在耳機這邊調整音量 AirPods Pro呢現在還不行 但我也不覺得它們會有 因為我覺得其實抗噪模式已經很棒了 就是你已經隔絕外面的聲音 所以你每次戴上耳機的時候呢 那個最舒服的音量大概也就在那邊 你不用因為說外面的聲音很大 然後你就喔我要跟著調的很大聲 就沒有跟它再比大聲了 然後抗噪的部分呢 我之前我一個朋友他有兩個耳機 他很喜歡耳機 它是SONY 1000跟BOSS的QC35 我在研究耳機的人應該就會知道 然後他是說 SONY那款的話呢 戴起來啦 是音質非常漂亮沒錯 我也有試戴一下 我覺得聲音超好聽的 可是他說戴久了 是我有那麼一點不舒服 然後BOSS那款呢 相較於SONY那款的話呢 它的音質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但是它舒適度上面呢 就表現得非常好 那這款AirPods的話呢 在這當中算是 又可以很舒服 然後音質也不會太差 主要是它就是很方便輕鬆戴 然後在外型上面呢 叮叮 打開看了 基本上呢 它跟上一代不一樣 就是它是入耳式的嘛 又有耳塞 然後呢 它這個耳塞其實 它還有附另外兩對 大小都不一樣 然後你戴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測試說 是不是兩邊耳朵都很舒服 那我的話 我的耳洞剛好是Default的Size 所以我就沒有換了 然後因為它會測兩個耳朵 所以我就在想說 該不會有人戴了之後 才發現原來自己 一個耳洞大 一個耳洞小 然後其實我實測的時候呢 就會到外面 可能活蹦跳 像我現在講 或是 動來動去 但其實它都不會怎麼動 就很安穩的戴在那邊 因為我有看過其他款 它可能為了要讓它 比較 牢固的一點 就是在你的耳朵在這邊的話呢 它會加一個勾勾 會顯得很大 那我自己呢 通常使用的場景呢 當然就是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時候 就是 不管是在地鐵上 或是在走去地鐵的路上 就是非常的吵 其實這已經是我錄了不知道第幾次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每次在去地鐵路上錄 就一邊錄一邊講 我想說這樣比較有臨場感 可是我發現地鐵那個真的太吵了 那我其實帶著AirPods Pro錄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發現周圍那麼吵 所以我每次回來剪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怎麼那麼吵 我就不能用 所以我想說還是坐在這邊 穩穩的跟大家介紹 那基本上呢 戴了耳機之後 我就覺得 我平常呢 會聽那個Podcast跟音樂 那我覺得 聽這兩個都是 非常好享受 音樂這樣不用說 你聽什麼音樂 就覺得自己非常融入其中 聽Podcast的話呢 像我早上可能會 因為我就看了阿迪那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他就有介紹說 那個Before Breakfast 我就會聽得 他的發音聽得非常清楚 然後他講得又 蠻慢的 所以我就會 類似使用阿迪裡面那個老師 史嘉玲是不是 他講那個Echo Method 我就在我腦海裡面 一直回響他那句話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這個點上呢 我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在上下班 通勤的時候 自己的一個 思考的空間 然後第二個地方 我會使用的場景呢 就是一定很特別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到 一些煮菜的時候 因為煮菜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開抽油煙機對吧 然後抽油煙機又很吵 你不開的話 就很臭 所以開了之後呢很吵 我就會帶上這個 AirPods Pro 然後就會 煮菜的時候 一邊聽音樂放鬆 換不然就是我一樣 會聽Podcast 就可以一邊 真的還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來學習一點東西 有點Multitasking有沒有 所以我在做的是 嘴巴可能在吃 然後我都會在聽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在搭飛機的時候 雖然我現在還沒有 就是帶上台機搭飛機 但我相信應該也是非常棒的吧 因為其實我之前 有帶過往全照式的搭飛機 我整個經驗到欸 就是搭飛機 因為它起飛跟降落 或是在上面那種 壓力都很大 然後起飛降落聲音很大 所以帶了之後就覺得 哇 好像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然後在自知的話呢 會比全照式就更少干擾 就是你要翻左翻右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就等不及 帶它上飛機睡覺 但有一點是全照式的話 你可以有另外的那個耳機接著 然後就可以看電影 那這個的話就變成說 你可以要買另外一個 藍牙的接受器 插在它那個耳機孔 然後你這邊再聽 所以總結下來呢 這個禮拜的使用心得 不管是抗噪 或是它的外觀啊 以及舒適度 我自己都是蠻尬意的 算是沒有後悔吧 就是把我的經驗實測 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我是Avis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